歡迎收看今天的運動 J計畫 我是你的教練 梁哲瑞 今天我們這一集來聊聊 為什麼跑步當中不能使用跨步跑來完成 那首先我們先來了解一下 什麼是跨步跑呢 常常在跑步當中 有些人會在教練的提醒之下說 欸 腳不要跨太大步 這樣可能會導致你的速度變慢 而且更容易受傷 那到底什麼樣是跨步跑呢? 我們先來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剛剛你們看到這樣 其實就是名符其實的跨步跑 那為什麼跨步跑不好呢? 我們首先先了解一下 跑步動作會產生的一個順序 大部分就是你的腳抬腿之後 下一個階段就是要往下踩到地板 但當你往下踩到地板這一步 如果你離你的身體距離太遠的話 就很容易呈現這樣跨步的動作 那跨步動作有什麼不好呢? 其實之前在跑肢訓練的時候有講到 跑步的時候身體要承受的體重大概是1.5倍要2倍 但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的腳都是用跨步跑的方式在前進 這個時候力量傳導 就很容易都只停留在膝蓋的位置 傳不到屁股來做減震 這個時候跑久了 膝蓋很容易受傷 那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你在跨步跑的時候 你很容易因為跨步的這個動作 導致你的腳在每次往下踩的時候 都是在做煞車的動作 什麼時候會出現跨步跑? 最常見的就是在下坡的時候 但你在跑下坡的時候 你身體會自然透癢 讓你的腳會有一個往前去簡單煞車的動作 因為這樣才不會讓你身體 殺不住車往前跌倒下去 所以在跑步當中 如果你會有跨步跑這個動作出現 很容易就會導致你第一件事情容易受傷 第二個 每一步跑步都在煞車 這兩件事情對你跑步來講 都是非常沒有幫助 而且更容易受傷的 所以今天這集就來教大家 如何避免摳不跑這個動作產生之外 也教大家幾個 你可以自己訓練 避免摳不跑產生的動作喔 那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要先來教大家 如何避免摳不跑這個動作出現 所以我們要先釐清一下 什麼時候會產生摳不跑的動作 當你的身體呈現側面看的時候 你的跑步動作如果重心屁股留在後面 就是我們之前俗稱的坐著跑 如果你在跑步的動作 屁股留在後面的腳就會自動往前抬 因為它必須平衡你身體不跌倒這件事情 所以當你屁股沒跟上 你跑步的動作就會是像這樣跑 就會有摳不跑前進的動作 這個時候你的重心就是 避免讓它不要留在後面 屁股跟上之後 你在跑步的時候 當你屁股有跟上 往前的時候 腳就會自動落在身體下方 接近前面一個腳掌的位置 這樣的狀態 對你在跑步當中 是比較可以接受 也可以避免摳不跑出現的動作 所以記得提醒自己 跑的時候屁股不要留在後面 夾屁股向前 往前抬的時候掉下來 腳就會自動落在身體下方 附近的位置 這是第一個 透過重心改變你的腳落地位置 第二個動作要教大家的 就是你可以透過一些主動性的訓練 來改善你的腳 會有過度小腿前身的動作 那剛剛跑當中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會有跨步跑中的動作出現的時候 在抬大腿屁股重心留在後面之外 還會有另外的動作 就是小腿刻意的前身 當你小腿太主動做前身的動作 你跑步就會像這樣 這樣是慢動作示範 我們再跑快一點 動作就會像這樣 這個時候重心就會一直留在屁股後方 腳又往前伸 就會產生一個跨步的動作 所以我們剛剛一開始講到 腳落地的位置離重心很遠 膝蓋承受大部分的力量 第二個就是一直在煞車 所以我們練習的動作呢 是要避免你在跑步當中 會有這個小腿刻意前身的動作 所以待會我們說的動作 就是馬克超級系列的動作 訓練的目的就是 抬大腿腳自然下垂落地 不需要有刻意往前踢的動作 所以你可以藉由兩個動作 就可以改善這個小腿刻意前身的動作喔 第一個我們可以做 抬大腿的時候 腳留在屁股下方的 三個九十度馬克A抬腿走 你可以做走路 墊步 甚至是跑動 都可以讓你的腳 習慣在落地的時候 會自然下垂 不會有前身的動作 因為在馬克A的情況 動作都是抬換邊 抬換邊 這個時候腳都是自然下垂 當你有自然下垂的動作 腳就會落在身體下方附近 不會有太前身的動作 第二個要教大家的呢 就是你的抬腿的時候 可以把腳留在屁股下方 我們可以訓練你的腳在後抬之後 快速縮腿的動作 抬大腿 腳稍微hold在屁股下面 這個時候夾腿向前 也可以讓你的腳習慣 不會有前踢的動作 腳都是在屁股下方 你可以透過這樣的幾次訓練之後 再重新錄影一次 你就會看到自己的動作 其實會有很明顯的改善喔 所以透過這樣的訓練之後 我們再跑一次 大家就可以看一下 這兩個動作的差別 看到了吧 所以你的腳就不會落在身體前方的位置 這個時候減少跨步跑的動作出現 也可以避免你有剎車 更容易受傷的情況產生喔 OK 那以上就是今天教大家 為什麼不能跨步跑 跟如何避免跨步跑產生的幾個動作啦 希望今天的影片對大家都有幫助喔 我是你叫楊哲瑞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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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